最近持续可以看到台湾各地水库露出了库底淤泥干涸均裂的惊人画面 好几座水库的蓄水量已经不到一成 这固然跟今年老天迟迟不下雨有关系 但是您知道吗 即使水库到达了满水位 当中也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装的不是水而是泥沙 根据统计台湾的95座水库平均淤积量已经将近三成 部分水库的淤积甚至超过了一半 几乎快要寿终正寝 政府为了抢救水库陆续开发了好几种氢淤方法 还被专家学者戏称说台湾已经是最懂得氢淤的国家 但这样的氢淤似乎成效不大 这是为什么又该怎么做呢 我们带您了解 采访车在滚滚沙尘中前进 很难想象 我们其实正开在增稳水库里 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增稳水库 如今蓄水量剩下不到15% 我们来到嘉义县大浦乡水库的上游 可以看到水库库底的土地 呈现均烈干涸的景象 岌岌可危的水情令人担忧 走在这宛如荒漠的土地上 因为严重干枯 土壤变得相当坚硬 寸草不生的景象 让人不禁怀疑这里真的是水库吗 其实这里是嘉义大浦乡的湖滨公园 风水旗景色秀丽 游客卢枝 还经常有钓客在湖边钓鱼 然而如今却是几乎一滴水也没有 显示水情确实相当严峻 增稳水库供应南台湾灌溉民生用水 天不下雨 水库底干涸的画面 多年来少见 只是今年为何如此缺水呢 我们去年109年 就是56年来 第一次没有台风登陆本岛 所以也造成我们整个全台湾的降雨变少 那去年整个降雨量 大概少了1000毫米 通常我们每年的净水量 大概有11.5亿 那去年呢 大概足足少了7亿 所以这个是主要造成我们现在目前 也是不只是增稳水库 全国的水库的所谓的蓄水量都降低 缺水成了政府当前的头痛难题 只能到处筹措水源 包括抗旱井 湖流水 海淡厂 再生水都派上用场 而在增加水源的同时 台湾的水库其实也面临窘境 预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全台大大小小共有95座水库 根据水利署统计 预计最严重的是雾涉水库 预计率已经达到74.8% 第二则是百合水库 预计率59.7% 乌山头水库预计48.9% 南化水库42.6% 台湾最大水库增稳水库 预计量达到36.7% 石门水库也有34.3% 水库应该装水 却一直在吃土 使得容量大受影响 政府只能想方设法 积极清淤 来到位在台南南西区的增稳水库下游 我们搭上警艇 进到水库中心 了解目前管理局的清淤工作 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抽泥的一个操作室 进到抽泥船的操作室 工作人员正透过电脑控制 将抽泥设备慢慢升入水库底部 我们现在就是在把下面的那个土把它抽起来 一点事实就是有土再上来 为了让观众了解抽泥船的运作 工作人员特别让抽泥装置浮出水面 仔细看下方就是深入水库底部的绞刀头 这个是我们的水下搅刀 利用搅拌把泥巴搅烂 为什么要搅烂 因为你这样子下去没办法抽 因为底部是过的 很硬的 它很硬的 有点像粘堵层 粘堵层你必须要把它搅拌 才能办法抽上去 沉淀在水库底部的陈年淤泥 经过数十年的时间 变得更加粘固 大大加深抽泥的难度 因此必须先搅碎破坏 才得以抽取 这次我为真文水库特别设计的抽泥船 造价超过一亿新台币 最深可达底泥下二十公尺 每天可抽泥一万吨 抽取后的泥沙 再透过疏泥管线 运到曾文西河床占置场 利用我们这种抽泥机 把它抽到我们的河道里面去占置 那占置的时候呢 也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如果有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我们的放水设施 那这些泥沙的话 就会顺利地被冲到我们的河岸去 那一方面叫做还沙与河 那也补足了我们沿岸的一个沙源 工作人员二十四小时轮班不休息 全年运作两百天 去年两台抽泥船 抽泥达到三百二十万吨 是目前曾文水库清淤的最主力 另一头在潜水区 怪兽也趁着水位低下加紧清淤 泥沙抓起后再由后方的突泥船 脱航至码头运到战制场 说抽泥跟抓泥之外 在水库的下游也进行水利排砂 2018年完工的防洪防御隧道 在台风来临水库要进行泄洪时 就透过洪水派出泥沙 那以前我们是从益鸿道去进行排红嘛 那益鸿道刚才讲的 它排掉的水是我们水库表层的一些清水 那下面的泥巴排不掉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新建的防御隧道 它就是在碗的底部插一条管子 所以它能够排出来的就是水库底层的水 所以就是利用这个 就会真正的把我们淤积在泥水库的底泥 会排出去 增文水库肩负加南地区供水重任 原设计容量高达7.4亿吨 然而多年来泥沙淤积却日渐严重 如今只剩下5亿吨的容量 水库从建库到现在48年嘛 主要一个就是大概有十几场台风的淤积量 那最主要就是那个莫拉克嘛 莫拉克台风它一次的淤积量 就等于9100万的一个淤积量 那简单比喻就是等于一个南化水库 那目前我们的淤积率大概是36.7%左右 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强的肚子填满泥巴 根据水利署分析 增文水库的年淤积量平均为510万吨 今年遭逢干旱 南水局加紧轻淤 估计已入蛙清除50万吨 抽泥315万吨 水利排沙160万吨 国军跟第六河川局也来协助轻淤65万吨 预估全年轻淤可以达到590万吨 比平均淤积量还要多 镜头再来到台南另一座严重淤积的白河水库 轻淤工作也马不停蹄在进行 在这很重时间做什么 这是我们前段计划 在街段的水库的轻淤工作 一眼望去白河水库完全不见半点水 沙石车可以直接开进水库底 一路挖方式一车一车再走沙石 白河水库有年底 我们最新的那种轻淤 是1,173万吨 立方公车 送预传非常严重 终于六成 白河水库预计量将近六成 几乎可以说是宣判死刑 今年政府投注大量经费 想要挽救水库岌岌可为的命运 因为我们在年底到家当的五月上线 这种枯水池都没有在落河 如果稍微落这三十多河 就没法让人家购买了 既然那种企业有正常 如果说没有落河 差不多平均可以穿六千立方公车 水库轻淤就像鱼公移山 一点一滴为水库增加容量 然而最担心的 就是历史重演 来一场台风 豪雨夹带泥沙 又让雨机量直线飙升 我们大概把世界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 甚至别人没用了我们也用了 这个方法还是要用的 那更浮底抽薪就是源头控制 你干嘛让它下来你才去 卡起来 那这就是恢复到水库积水区保里 水库的预计除了台风豪雨的侵蚀 另一个原因就是积水区的破坏 然而这几乎已经成了老生长谈 多年来新闻媒体的讨论未曾少过 但问题也从未被真正解决 很可惜的是长期 我们对这一块没有琢磨 不管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40年来都没有 我们很会做水库 我们很会做 因为一个福山水库就花几百亿了 那你叫我们再拿几百亿 再做新的水库 我们也拿得出来 但是我们拿不出一点小钱 来做水库积水区的保里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 人人都有关系 出事的时候个个都没责任 多余缺水 长期投入积水区研究的北科大教授 林振阳指出 台湾长期不重视积水区的保育 试水库预计问题 多年不见改善的主因 我以邻近的日本为例 它也是比较多灾多难的国家 有地震 有台风 也是山高水级 没风没雨的时候 日本的官方就说 我每年对11个指定湖泊水库 它不是全部 就比较重要 我都编150亿 在这做这些预防重瘤治疗的工作 不好走 跟着环保团体 我们实际走一趟增稳水库的集水区 来到两年前曾经发生崩塌的地点 现场已经修复完工 不过看看两年前的照片 因为台风侵袭 导致边坡发生严重山崩 山壁裸露 河道上还塞满了土石 我们第一次来会看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 穿着雨鞋一直走走来 看到这一整片通通 整个土石 从这个台山县的下边坡 一直崩崩到我们这个野溪 这个野溪整个都是堆积这个土石 然后上面都是裸露的这个边坡 由于崩塌地点 距离水库相当近 一旦好雨来临 这些土石将快速被带进水库里 这里刚刚有盖沽 大概至少有一万立方的土石 如果没有好好治理的话 它势必会下辽到我们的野溪 然后再经过水流的这个虫刷 它就20分钟 就会到我们的这个沉溫水库了 面对崩塌 林务局透过生态工法整治 获得良好成效 采访小组今年3月前往探访 看到山坡的直批恢复 含阳水源能力增加 即使在如此干枯的季节 仍有涓涓吸水流进水库里 然而却不是每个积水区的崩塌破坏 都有获得妥善的处置 看看空拍画面 这片曾经崩塌的山壁 被直接以混凝土覆盖 环保团体看了相当忧心 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跟我们说的那件事 你这一包包一包一包包而已 后面面的土壤汉水库 是不是有很多 地水打到冰箕塌 是不能堵得到 堵得到 堵得到就能極得到 所以它的作法是有问题的 台湾水库的积水区 除了翡翠水库有专责管理单位之外 其余的积水区 管理单位复杂 分属中央地方 是全部统一 难以达到保育之效 而积水区的人为破坏 又是另一个多年来无法面对的难题 目前我们看到 第一点是檳榔园 比较厉害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是地匆 第三点是三点的小木屋 有开发就有破坏 有破坏就有葱刷 葱刷这些叉口水才能下去 这些叉口水才能下去 才能水口下去 水库的清淤是政府不得不的工作 然而要真正救水库 要留住水源 集水区保育 是不能再逃避的首要工作